提醒公众警惕间谍澳情报官从幕后走向前台,在澳洲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,面向公众发表公开演讲是极其少见的现象,很不寻常但最近一段时间却变得异常频繁。 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,ASPI国防和战略项目主任修布里奇,Michael Shubrinj的话说情报机构澳洲信号局Aus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 SD成立71年以来现在已经从暗处走出来,面向公众澳洲信号局局长继今年7月的公开演讲之后,大约一周前又发出了公开警告, 局长伯吉斯Mark Rogers在7月份的大师班演讲中,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部门之后,救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,而约一周前的公开演讲中,伯吉斯就最近政府决定将澳洲5G网络中的高风险供应商,尤其是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,和华为排除在外的决定,进行辩护。 有消息说,中共目前正在全力游说澳洲莫里菲政府取消此禁令,离开国防部的澳洲信号局,面向公众澳洲信号局,曾隶属于澳洲国防部,今年7月1日才从国防部分离出来,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伯吉斯,是分离出来的澳洲信号局第一任局长。 他在前四个月的任期内,以两次面对公众,甚至还以局长身份,开设了个人推特账号该机构的职责,是为澳洲国防军的运作提供支持。 通过收集外国通讯和信号,获得情报参与反恐行动,预防并打击损害澳洲人和澳洲利益的恐怖袭击,保护政府网络和信息安全,以及开展必要的攻击性网络行动。 澳洲信号局,成为独立机构后,职责范围进一步扩大,现在还涵盖对抗网络间谍活动和打击日趋严重,的境外网络犯罪行为,向澳洲企业和国民提供网络安全协助和建议等,原本是倾向于在幕后操作的澳洲信号局。 他们的任务是揭示别人的机密,保护我们自己的机密,但基于国际秩序的变化,以及科技和网络的发展,造成的新威胁信号局,肩负的职责,使他们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。 对商界做简报的澳洲安全情报局澳洲金融评论报,旗下的杂志十月特别刊文,介绍澳洲安全情报部门的一些情况,其中也谈到这一现象,自2002年导致200多人死亡,含88名澳洲人的巴黎岛恐袭爆炸案后,澳洲的秘密情报界出现了史上少有的情报官员,冒险进入公众领域的现象。 情报界权威机构,澳洲安全情报局,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ASIO局长刘易斯·Duncan Lewis表示恐启威胁依旧严峻,而同时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威胁程度前所未有,得告这让他们变得加倍繁忙。 刘易斯也在今年发表过公共演讲,谈论外国干预澳洲的严重性,当时外交贸易不投面人物孙芳安·Francis Adamson,和他一起向大公司的董事们做简报解释澳洲存在的安全担忧,以及企业可能面临的威胁。 当时的情况是,很多商界人士抱怨澳洲的外交政策,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业务,但那次简报向商界表明,即便未来商界的业务有可能进一步受阻扰,但联邦政府不会软化立场。 由于网络犯罪日期严重,澳洲信号局局长伯吉斯也向企业提供了建议。 自2010年以来,被认为是来自中国的,飞客已经切得了国会大厦气象局、澳洲贸易委员会和澳洲国立大学的信息技术系统的访问路径,提升公众对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认知与以往隐身的做法不同。 像伯吉斯这样的情报机构官员屡屡面向公众,澳洲政策战略研究所,国际网络政策中心的高级分析师卡夫·丹尼尔·奥斯,认为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民众对外国干预和间谍的认知,非常有限。 他在评论中写道,公众有限的参与度,不仅仅是忽视了对此问题的公共讨论或表现出漠不关心,而是当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处于紧张状态,实现给澳洲带来了问题。 例如,这意味着担用国家安全单,要来解释最新的国际立场或政策立场,使人们持怀疑态度。 他说,一个典型例子,就是澳洲的高等学府·伯吉斯最新的警告,正好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,ASPI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时间点相吻合。 该报告揭露了澳洲高校,正与中共军方科学家,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合作。 因为一些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科学家,那掩盖了他们的军方身份,他们躲在研究机构里学习军事技术,并建立合作网络,以促进中共军队的能力。 不减少这种合作就可能,令国家的安全风险增高,分享情报的五眼。 联盟国是中共派遣科学家的主要目标,其中按人均计算。 澳洲的中共军方科学家人数最多然而,澳洲高校目前对于外界担忧。 北京秘密干预高校部门,通过对中国留学生施以政治上的控制或因为战略目的,让他们获得研究成果的现象,一直不屑一顾或为自己辩护。 麦考瑞大学,中国研究讲师卡瑞克,凯文卡瑞克,表示虽然每个人都喜欢经济利益,经济增长和贸易。 但这些都不能以改变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为代价。 如果中共用我们的军事技术,去帮助受到制裁的国家,去对付台湾,甚至是打压自己国土内的无辜公民。 那么高校和科研人员,就应该注意保护我们的技术。 同时政府需要确保这种技术的转移,不会发生独立议员VRGN的U Wilkie,曾是国家评估办公室。 Annau的分析师他说,近来一些高级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公开,举动是一个积极的发展。 长期以来情报机构一直在暗中运作,但现在任何提高公众意识和透明度的事情都是好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